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 他真誠地希望以色列與土耳其將會改善關係 在較早前安格拉宣布決定驅逐以色列大使 並且暫停執行所有與以色列的軍事協議 潘基文在星期六向記者說 這兩個國家對所在地區以及中東和平進程都非常重要 這份在星期五正式公布的聯合國報告認為 以色列對加沙的海上封鎖合法 但是以色列政府在攔截試圖突破封鎖的土耳其船隻時 使用過度和不合理的武力 這份報告批評以色列特集導致人命傷亡 表示那次事件不能接受 報告說以色列對九名土耳其人被殺 並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 這份報告又說大部分死者多處中彈 包括背後中彈或近距離中彈 土耳其已經要求以色列對事件道歉 但以色列在星期五重申不會道歉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